攻击也没有那个 但是至少他不是非常贪 当然怎么办 希望他不要赌博 各位要学习 念佛念法念身 融入对方的心 永远记住这个 比如说老人喜欢赌博 那你念大悲咒 然后念大悲咒的力量 转化他的心 不要跟对方吵架 不要骂对方 但是有一种 我发觉有些人错了 你念大悲咒 如果没有存大悲咒的心 那这个力量就不强 记住这句话 比如说 你希望你的爸爸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或是已经往生了去极乐世界 你心里面却没有发愿 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没办法透过你的心帮助对方 所以佛法永远 永远 念一下 来 奥 阿 奥 奥就代表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进入你的平等心 然后呢 奥 去帮助对方 好不好 这个哼 哇 你可以从胸部 从腹部 从八万毛细孔 哼 然后整个法界都充满了 佛菩萨 透过你的信心 悲心而帮助对方 所以永远要记住 所以 当对方很喜欢赌博 如果你很烦恼 那不行 刚刚讲 要有平等心 无为心 观空心 尊敬心 甚至无上菩提心 透过你 而给对方 那请问你经常 为众生这样念 你自己得到的多不多啊 当然多了 因为 为了对方越多 你的心就越平静 所以所有的佛法 必须透过我们的佛性 而展现给对方 所以再念一次 奥 阿 奥 奥 南无阿弥陀佛 先进入你的心 净土先在你的心 然后再祈愿对方得到加持 永远如此 所以你奥念的越多遍 佛号念的越多遍 经典念的越多遍 你加持的越多 但是永远要记住 来 法入心 光照众生 法入心呢 产生这个光利益众生 自己要得到利益 自己没有得到利益 就没办法 所以 话要讲回来 你爸爸的打麻将 有没有帮你修行 那就是来帮你修行 对方越给你烦恼 你修行的越多次 利益越多 但是不要因为对方而起烦恼 好不好 最重要了 有没有给各位一包黄金 黄金 黄金 念一下 慈悲就是黄金 你不要回去煮一碗稀饭吃 这些米拿去喂鸟 食食恶鬼道 好不好 撒在水里面 它就变黄金 因为慈悲 特别今天我们念了 我看今天有1500个人以上 1500真上 不是1500倍 什么叫真上 二 四 八 十六 你回去慢慢算 真上的大悲咒 还有五方佛的加持 好不好 这些米 令它们来接触得解脱 吃即解脱 所以我以前认识 那个天感仁波切 他最厉害的 每次拿到加持 先吃一个 我也学他吃 不怎么好吃 他咬咬咬 他说这个加持 这个加持过的 所以各位 永远让他饱饱的 好不好 撒完了再给他弄满 到处去撒甘露 其他的是很多都要回向 来 法徽功德 回向 吴家心 所有被杀者 勿杀者 极其冤心在主 同享功德 那我们就跟他结善缘了 所以各位报纸上看到了 前天我看到一个很不好的新闻 有一个小朋友 每天下课回家 天天玩手机 他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有一天呢 就趁他去洗澡的时候 把他手机 藏起来 结果藏出来以后 他小孩知道妈妈 把他藏起来 就跟妈妈妈妈 我手机呢 那妈妈不给他 你知道小孩最后怎么样 跳楼自杀 这个时候妈妈都完蛋了 然后爸爸一回来 没办法哭得死去活来 所以这个也是很痛苦的因缘 人往往在冲动的时候 做出自己很后悔 我不知道他名字 我给他取名了 来 妙游 向父母忏悔 归于阿弥陀佛 同身净土 对于自杀者 首先你一定要带着他忏悔 不然他超度不了 所以但是他 有这种自杀的夜阴 妈妈只是一个住眼而已 那种冲动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讲不好的话 去死啦 那一天我去学校演讲 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校长跟我说 那一天下午我演讲 校长早上说 有一个同学来哭啊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精神忧郁症 然后经常骂他骂他 他就跟他妈妈说 你早一点死好了 哎呀你不要烦我 你早一点死 那一天上午 他妈妈就这样跳楼自杀 结果那个小朋友到学校来 他整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来求校长帮助他 因为 所以各位讲话要小心 一个人在他意志很薄弱 你的一句话就可以策动他 所以佛教告诉我们来 多赞叹别人 多鼓励别人 多鼓励别人 不讲消极的话 好不好啊 像我现在比较聪明的 以前都我自己讲 现在交给别人讲 我讲好话就好 我不敢自己说了 所以 当然最好不要有不好的话 但是呢 来 法会功德 我讲 癌症末期者 谢永伟 及所有癌症病苦者 及造成癌症 各种业力 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奥奥丈设 好 我再带各位念习一次 就是说 每天都这样慈悲 每天 这个社会发生很多痛苦的事情 你可以修修大悲咒 修修度母仪轨 念念心经 念地藏经 我们基金会 还有念地藏经了 棒不棒 棒 最强的经 地藏经 最有加持的地藏经 所以各位 地藏经让我们深信因果 更了解孝顺的重要 所以各位呢 一个人往生了 念三遍地藏经 有信心 保证超度 保证超度 特别你来参加共修 共修的力量大不大 更大 这样让我们累积更大的力量 来回向给众生 念地藏经 点灯 做一点小烟共 对不对 刚刚我就请他们法师到楼上做小烟共 明天做大烟共 所以明天各位来参加法会 带一点素食的食物来好不好 好 越多越好 不是要全部烧掉 我们就拿一半送给穷人好不好 或者送给动物吃啊 对不对 跟六道众生结缘 特别你买越贵的越好吃的 所有人都喜欢吃 功德越大 再来 法会功德 我向曹家森 所有强迫症者 所有精神病患者 及其冤亲在主 动物亡灵 同享功德 恩阿佛 恩阿佛 所以各位每个人过去世 都有造了一些夜音 所以碰到问题 就跪下来忏悔 好不好 你只要忏悔 刚刚这样我们要撒镜之前 先给他们忏悔啊 那这些冤亲在主 还没有超度的祖先 堕胎胎儿 有没有得到净化 也得到了超度 如果你有信心啊 我想各位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懂佛法了 忏悔就好了 只要我们愿意真心忏悔 那过去无论如何 都可以超度他 特别念大悲咒啊 念各种的加持啊 超度他 但是也希望各位 广为宣传 好不好啊 每个人发生什么问题 一定有他的因缘 因缘 重点是你不能跟他 你不能抱怨 碰到任何问题 今天别人对你好 是因为你对他好 今天别人对你不好 是因为你对他不好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熬得跟他忏悔 所以特别 我出家以后 碰到很多疑难杂症 我很喜欢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 这样让我深信因果 然后当然我们也要发菩提心 替对方忏悔 再来 他说他家里的太太没有工作 在家里修行 用的是先生的钱去行善布施 也是用他的钱 来是会需要反过来养对方吗 需不需要 如果你用对方的钱去布施 有回向给对方你就不欠他 所以我想个人 个人有个人的因缘 再来 请问 假如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甚至打架 打了好几年 后来彼此改过自新 不再打对方了 被打的一方也原谅了对方 这样的话下辈子 还需要来还这笔债吗 老实说 活着就有机会 只要你活着好好跟对方忏悔啊 弥补就没问题 像我要出家前跟我太太跪好多次啊 我跟你忏悔啊 我跟你谈恋爱啊 对不对 那是跟他忏悔 不然我下辈子还要再陪他呢 所以我要 我要生生世世出家了 所以我现在是被讨债 我现在天天被讨债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 我在认真才会这样 为什么 现在还他五分钟债 下辈子就不用陪他一辈子 这样了解吗 所以宁可被他要一要 骂一骂 讨一讨 羞忍辱 还要回向给他 感谢他 所以我经常哪里痛哪里痛 但是我觉得痛都不会太久 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方法了 我一哪里痛 我就跟他忏悔 就好好的跟他忏悔 但是我想我讲这个 各位不要说迷信 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了 我去医院回来 有时候会有病人的味道 我又没吃药 就一定跟着病人 然后就帮他做功德 要功 更重要 来 讲讲好话 各位一定要记住 这些众生他需要你安慰他 安慰他 对他很好 但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因缘吧 但是这个因缘 让我们懂得忏悔 很好 让我们更相信因果 所以我想任何问题 你都不要认为说 这一定是什么 这个世间凡事都有他的因缘 有业力有鬼神 那业力忏悔 鬼神超度 看看医生就好了 对不对 甚至不用看医生 也可以超越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王岳英 因为他心脏病 肾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该有的都有了 回向他身上的冤心寨主 慈悦 回向他的动物林 瓶慈 回向他的痘胎胎 疾婴 但是我跟各位说 很认真向对方忏悔 在重的业 一天两天就超度 就看你认不认真 你有没有那种逼迫 为什么 对方很苦 你要记住这句话 对方如果没有很痛苦 他不会让你一点点痛苦 所以你感受到他 一点点痛苦 是对方想 是百千万倍的痛苦 所以你千万不要慢慢超度 我这三天 我为他念念地藏经 如果不念地藏经 我为他念地藏菩萨 替他点灯 替他放生 替他不思米 所以我写牌位 我都有带着米 牌位写好 就撒七颗米 我还有甘露水 然后如果有窗户 帮他点个烟共香 然后如果很严重 我跟他磕头 忏悔 然后呢 也让他 像今天法会殊不殊胜 你要把这个功德 来 同享法会功德 但是从头到尾 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 爱对方 恭敬对方 而不是排斥对方 感动对方 这是一个心态 以这个世俗的心态 感动他 再来 你对他的忏悔跟功德 他就可以接受 他一接受了 等一下 佛法无边 佛力无边 唸个阿弥陀佛 他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啊 一定会去的 特别